最近我们看很多死亡的事 这边也是病 那边就是死 那每次祈祷 还好我们佛教徒 还好大家有正见的 心比较积极 没有像一般以往 我们就看到那些伤势 人们的心就是很大的很低的 或者是生病的也是很低的 现在我去的地方还是比较好的 至少大家的想法是比较正面 只是还是一个生命的真相 我们每个人也是想 生命里面有一点好的追求 也希望得到一些好的进步 但是生命的一个真相 你不能逃避 就是生老病死 而且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很负面的 那面对这些的时候 它就很负面 很passive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我们有佛法 我们即使是面对到这种 生命的灾难 或者是生命的苦 但是我们的心 会从对的方面去看待它 至少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 作为佛教徒我们可以做 因为佛都有给我们 很清楚的方法 很清楚的道路 去面对生命的真相 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 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 在好的时候 他们是不想的 他们生命好的时候 就不要想的 只是觉得能够好好 但是等到如果是真的 发生的时候 那时才来想 因为他们对于解脱 没有真正的信心 如果你对解脱 如果有真正的信心 那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就觉得可以做 我可以为我的生命 做一些东西 然后是可以奋斗 其中一个佛陀让我们帮助众生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让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 看清 看清真相不是时候让我们举强 很多时候 中国人有一种倾向是喜欢逃避真相 不要看真相 因为看了你做不了什么 所以难怪 你没有说错 就是你看了你不能做什么 你去多看苦 看了你又不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作为佛弟子的是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有所作为 因为既有答案 不是没有答案 如果是没有答案 你去看苦 去想苦 那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反正帮不了忙 但是我们有答案 因为我们如果多看一些真相 那个心 佛陀也教我们怎么样 因为看到苦的真相 苦圣地 看到苦的原因 及圣地 那么我们的心 就能够提升 跳出来 因为有一个希望 那个希望就是灭圣地 苦会灭的 只是我们懂不懂方法 如果我们懂那个方法 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那我们是能够走出一条 灭果的道路 有些人觉得这个是 很消极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 他们觉得有极大的理想 其实还有什么理想 其实生命里面的轮回 里面的真相里面 真正的理想 就是跳出这个苦 从这个苦里面摆脱 要不然的话 极大的理想也是短暂 你赚到钱 你成为世界首富 或者是有什么成就 这次成就很快的 非常短暂 非常快 一下子就过去 就像你们去海滩 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去海滩 看到那个 你们看 有没有 那个螃蟹 或者是那种小小的动物 它去挖 它潮水一来了 过后呢 它就去挖那个洞 对吧 是海滩上的 一粒一粒一粒 它在做它的房子 它做它的 生存的空间 可是一下子 一天一两次 潮水来 重掉了 又没有了 它又要重新 又在忙碌 又在做过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 它们的时间只是那么短暂 有时候你看那个飞鹅 其实它们的寿命 有时候只是不超过24小时 有些时候也不超过48小时 很短暂 但是呢 在它们来讲 那是它们的生命 苦苦地追求 创向那个火 飞向那个火 其实在犯天神来看 天上的众天神 看我们人间 也是像很短暂 一下子就过去 一下子 一下就过去了 我们建了什么高楼 建什么的 对它们来者是一下子 短短的几百年 也是一下子而已 就像我们看那些众生 也是想象一下子 所以 其实没有真正的 这么可靠和长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真的明白这一点 很多东西就看得开也放开 这个放开 看开 就是让我们快乐的 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只要 死死抓住的话 我们就会哭 所以这个东西 要重复地看 重复地让我们 不断地看得更明白 更了解 是这样 我们不是要做负面的事 是没有办法 生命的真相没有办法 谁也逃不了 谁也逃不了 很多人都是到 接近临终的时候 才要有那种醒觉 其实一切都如梦如幻 真的 就像一场梦一样 这个醒觉非常重要 在我们在这个苦海里面 因为我们不醒觉 我们健忘 所以变成我们做的东西 又不断地又掉进去 又要去寻求 另一种短暂的满足 其实我们需要的生活 蛮容易满足的 吃得饱 穿得暖 然后基本上也就足够 但是我们不断地追求 因为比较 看到别人有更好的 我们也想要更好的 就不断地追求 所以这种东西 不会玩 很苦 真的 所以我们追求的 不是一般的那种 我们不是要这个事件的 因为我们知道他需要 我们需要他 但是不圆满 不究竟 所以这个醒觉很重要 真的 你们真正去想 是不是 一下子就过去 然后呢 我们 谁也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管什么样的权贵 你就是 就是逃不了 生老病死 那么当你真的人 一个人 如果说是得到癌症 像我们 最近常常接触到的 那你真的是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你生命里得到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怎么美满啊 什么 没有了 就是这样 到时候很孤独的 你走的时候 谁也不能陪你去 你最爱的人 你最亲的人 也不能陪你去 就是这样 非常孤独的 所以这种醒觉 我们就要有 然后如果我们 醒觉这一点 那我们就会 把握我们现有的生命 去做些有用的事 因为这些东西 万般带不去的 但是我们如果 能够累积一些山叶 累积一些波罗蜜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越来越靠向解脱 靠向涅槃 这解脱是非常重要的 要成佛的也是要解脱的 要成毕之佛 基本上佛教 基本上就是解脱到来的 因为为什么 解脱它不是消极 很多人觉得 跳出来 解脱了 放下这一切了 那是很可怜的一个世界 很可怜不是的 就是因为放下这些苦 我们才会找到快乐 是这样吗 这是一点 所以这是一点 消消的分享 我不是讲消极的事 其实 就是佛教里面呢 佛多教我们快乐的方式呢 是要我们看到 看到苦 看到真相 面对真相的快乐 不是逃避真相的快乐 你逃避真相 你得到的快乐 不可靠 我们因为看清真相 勇敢的面对 无常苦 然后呢 因为了解 因为看到 然后你心放下 释放 一种解放 那种自在 那个时候 你得到的快乐 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 有些时候 我们懂了很多 很多大道理 但是呢 最基本的还是这个 最基本的 是圣地 因为 众生就是因为 不了解是圣地 所以在古海里面打滚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师生地 苦 它有原因的 每一种苦都有原因的 苦跟苦因 那你懂这个苦因 那你就会放掉 那么那 要真正的 那个方法 就是道 那么呢 它能够 我们要有信心 知道有灭 这些苦跟苦因 是可以灭的 这个就是信心 那么有这信心 然后我们就会 好好地在那个方法上运用 方法是接听会 我们守戒 然后守定 守会 很重要 这是一点感触 只是最近 好像很特别多 现在的人 等下这个癌症 像我前一阵子 也是看了一个 也是他以前 是我们的厨师 但是因为一个中风 他最难是提到 讲说好事 这个好事 没有给你绝对的保障 他只是一种功德 这个功德 那让你呢 如果有 有这个一点福报 所以他辛苦的时候呢 还有很多佛友 去照顾他 这方面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如果有杀神 他们那种 就是做餐馆的 有卖酒 还是有杀神 那个果报 还是要送 不能够用一种善业 来盖了 另外一种恶业 盖不了 你的善业 也会成熟 如果没有做好事的话 辛苦的时候 谁也不看你 有些人就是没有那种 因缘 给人家得到照顾 但是呢 如果 有 还是有一些功德 就不会这么苦 但是呢 那个苦因 有杀神 有什么偷盗 或者是 那个苦因 它要成果的时候呢 它还是要成果 不会因为你 我们做了一点不思 就没有了 我们就不用受苦果 我们就不用生病 不会 这是一点 所以 生命的真相 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 我们勇敢地看清楚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 从中 升起智慧 其中一种智慧 就是 醒觉到 你能够醒觉到 生命的无常 它会过去 因为我们如果 接受 我们反正心会清凉 如果我们不接受 然后也很辛苦 不接受 就很苦了 很苦 我去刚刚 在那个福贵 纪念馆 我去那边看了 还好 大家都在那个地方的人 我觉得 都还冷静 算是殡仪馆吧 但是呢 就还冷静 然后我看到墙壁上 刚才走之前 我看到墙壁上写着 它讲 生命的现象 如果你能够接受 生命的结束 这个接受 你反正 你心会找到安宁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不能够明白 它反而会苦 我觉得很好 它基本上 它带给人们 我是觉得 还是给了 教领导人们 接受 不是引导人们 去忧伤 但是人们 还是寻求一种 精神寄托 他们还是要 准备精子 准备 包括刚才那边 也是一样 好像没做 就日子不好过 觉得亏欠 其实大家 神也不是真正相信 有多少人真正 他做精子 去烧精子相信 但是他只是觉得 如果你烧 其实也是空气污染 也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因为没有那个 证件 所以变成就会 有一种 这种需要 但是如果我们 有证件 有佛法的证件 这些我们就会 没有用的 使人受不了 了钱而已 破坏环境 浪费资源 但是反而我们 如果是真正佛教徒 看到这种情形 就是生起一种 醒觉心 其实这个 已故的亡者 他已经在教育 我们一件 很珍贵的事 就是生命会死的 真的 但是不要等到 死的时候 还好了 他们有些时候 临终的时候 两三天 心会清凉 会清经 然后要听法 这个还好 但是为什么 不早一点醒觉 其实如果你早一点 醒觉的话 那么从很早一点 就可以有那种 清凉的心 因为了解到 生命会死 他们告诉我 我刚才去拜访了 王者 然后他们告诉我 两三天前 他们心就很清凉 就准备了 生命的真相 接受了 这是很好的现象 因为临终 一念很重要 如果他能够 在死亡之前 能够清凉 能够接受 能够冷静 这是好现象 这是好现象 因为这个是最有可能 到好投身的 好的地方去 但是如果 我在想 因为之前 他们也不珍惜 生命来学法 如果能够 把这种心觉 对死亡的心觉 带到早一点 那你就可以更早 就有那种智慧了 去面对 然后会活得更充实 更有法 更能够带利益 给周围的人 这个更实在 我们更早一点 就知道 我们最终有一天 为什么总是要等到 我明天要死了 或者是接近要死了 已经很苦了 才掀起一种清凉的心 一种明白 但是这个还好 好过没有 还过没有 像今年我就看了 其实医院 你就看了一个病人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 他五年前 就已经癌症第四期了 但是呢 那是我去给他念经的时候 也是想 念经是念经啦 那时候我是想念了 给他能够 记得好一点的地方 那你说他活下来了 他活了五年 然后在这五年 你会常常做工的 做工的 那去年雨安期之前 他就开始又来了 那个病又来 又不能病 很多次医生讲 他还剩下一个月 他又活下来 又活下来 我活到 又超过了 超过了半年了 这样八个月了 所以我也不晓得 这一次医生就讲 又是最后了 又是最后了 所以我去看他 他之前前几天 就看他之后 他就哭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我想当我们造恶业的时候 我们杀生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 为什么我要杀生 为什么那个众生 被我们杀的那些昆虫 被我们杀的 其实在他来讲 也是为什么 你也是众生 我也是众生 为什么他要被你杀 为什么你要当他是害虫 对吧 可是呢 人们在受苦果的时候 就会认为 为什么是我 看到人家好好的 其实好好的人 有一天也可能不好 就是 他为什么是我 所以那时 我就好好的讲他 讲他 还不听不听 你就骂了 我觉得要骂一下 我在想要不要骂 要不要骂 谢谢他 我觉得要骂一下了 不然的话不行 然后跟他讲 这个是 我知道很艰苦 我知道很艰苦 很痛的 很辛苦的 但是呢 你再伤心 你在苦中 叫骂照苦音 就敲了一下 他就醒了 亮起来 然后那个 不到一个礼拜 我现在又讲出事了 我就去再看他 我想可能这次 是最后一次看他了吧 这是他的心 就很清亮 他讲他已经准备了 希望寻找一个好的生命 所以他希望 他现在是很亮 心要当亮 是希望 等着 等着希望 能够有好的投身 然后他跟我讲 我要生生死死 做出家人 我要杀毒了 这样子 所以 这种心也是 一堂 命中生命的真相 你给我敢讲 那个时候 在这样病苦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 什么都没味道了 好吃 好住 什么享受都没味道 真的没味道 那个时候 所以能够起一个 清凉的心 反而是比较好 所以如果这种心觉 我们在我们很健康 很幸福的时候 我们就有 那么呢 我们不用等到 我们在黑暗中 才要走向光明 我们可以从光明 走向光明 在佛教里面 有四种生命 一种是黑暗走向黑暗的生命 一种是黑暗走向光明的生命 一种是光明走向黑暗的生命 一种是光明走向光明的生命 那只有两种生命是有价值的 黑暗走向光明 或者是光明走向光明 那么为什么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 从光明走向光明 就不要等到自己 掉进黑暗的时候 再走向光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道场叫 斗塞天 斗塞天 因为大家都是好命的人 我们那边 我去到美根都是好命 我是提醒他们 当你好命的时候 你就要珍惜 把握 不要当你还健康 特别是健康 我觉得 真的 有钱你未必辛苦 但是如果你有钱 你一不健康 你就完了 我告诉你 什么多少钱 去移病 一不健康 就完了 生命就很黑暗了 单单讲一个不健康就好 病苦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所以趁健康 做些有用的事 是轮回是真实的 因果是真实的 真的 真实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忙碌 物质也是需要 要不然的话 你生病没钱 看病也是不行 对吧 只是不要忘记 我们更重要的生命 是累积这个功德 然后如果能够 这一世寻求解脱 如果不能 也累积功德 解释好的法院 然后呢 未来也能够继续 累积 做下光明 能够修这个解脱之道 成佛也是要解脱的 不要解脱的 那个不是菩萨的 一定要解脱 全部都要解脱 全部人都要解脱 不要 不想解脱的 就不是佛教 绝对不是佛教 菩萨都是要解脱的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了解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一点看得明白 然后放下 我们需要的是一点点的放下 然后那天我才得到一个分享 在微信上 一些中国朋友给我的分享 就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有钱人 他得了绝症 的时候呢 他觉得很辛苦 他觉得是绝症 那觉得不会好了 不懂怎么办 那医生也是放弃的 后来他去到处去寻访名医 直到找到一个医生 然后呢 他讲了 你这个病呢 只有一个方法了 可以好 如果你肯照我的指示 我有三贴药 你把这三贴药用了过后呢 你就有希望 如果你不用这三贴药呢 你肯定是没路的 他就讲 好 你给我三贴药 我都会用 他就给他三个像锦囊这样 第一个 他打开来 回家去他打开来 去找一个沙滩 你去一个沙滩 然后呢 在沙滩上躺下来 半小时 连续二十一天 他讲 这什么东西嘛 不管如何 他已经绝望了嘛 绝望了就躺在沙滩上 二十一天 一天 躺半小时 但是呢 他一躺就两个小时 为什么呢 他太累了 他太累了 睡着了 他太累 他那个有钱人 太忙了 一直在赚钱那边忙 现在患了病的时候 你还能够讲什么 你只能够要医病而已嘛 还躺两个小时 哇 很舒服 很舒服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后 他打开 第二十二天 他打开另一个锦囊 他讲 现在呢 你在沙滩上呢 看到那些 那些搁浅的那些 鱼啦 虾啦 或者是什么啦 把他拿去放到海里去 放到水里去 给他救活他 然后他每天就做这个 也是二十一天 做了过后呢 他觉得很满足 他觉得很感动 他也不懂为什么 他只是觉得这样子 能够帮到这些小时中子 要死要的 他就给他活 要死的就给他活 有些是搁浅嘛 对 还是很感动 哇 从来没有这样子感动过 他觉得很好 第二十一天 然后呢 第四十三天的时候 第四十三天 然后呢 休息 付出 写字在沙滩上 放下 对对对 那天我才分享 他就在 他讲 你把你所有的不满意 写在沙滩上 哪一支财 在沙滩上写你的不满 不快乐 什么写写写 写在沙滩上 然后他就写了 一下子那个海浪冲下来 没有了 消失了 所以你的怨气写在沙滩上 沙滩海浪冲下 就消失了 他就放下了 这些都会过去 就放下了 所以 然后那个故事是讲 人生呢 基本上有三样东西 蛮重要的 第一 就是 你要休息 没有休息 你偏偏赚钱赚钱 赚到你自己 把身体搞坏了 你赚的再多钱 你不管用 要休息 然后第二呢 你就是要付出 要付出 在帮 有些时候我们要付出 帮助别人 帮助付出 无条件的付出 然后呢 第三呢 你叫放下 你有什么不满意 不满意的东西 你放下 你就快乐了 所以我们 佛多教我们的 这个修行呢 其实呢 很多修行 都离不开这些的 真的 我们不要 忙忙碌碌 少事 现在的人 是觉得 这个是懒惰 其实不是 我们不是要做 一大堆的事的 我们没事 我们就打坐 然后自己的心 重 加强 我们也是勤奋 可是这个勤奋 不是多事的勤奋 这是少事的勤奋 这是 然后呢 我们也 神经也得到 很好的调养 平衡和修习 然后呢 我们修 慈悲喜舍 我们做布施 这些都是付出 付出 然后呢 我们放下是什么 通过看清 生命的真相 等一下就像 你看沙滩 抽一下 浪 飘下去 然后这个东西 你写的怨恨 一下子就被冲掉 就平掉了 没有了 那么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是知道 我们都会死 众生都会死 然后呢 有谁还要去杀人 我就不明白 他们去杀人 要恨对方 其实你杀不杀他也死 如果你真恨 假使 要从恨的角度来讲 你不杀他 他也会死 是不是 所以 你也会死 我也会死 好人会死 坏人会死 全部都会死 何必去在那边 惊惊计较 算了 就放掉他 就可以放下 那么呢 但是佛陀要我们看的 真相 不只是如此 佛陀还要我们看到 即使是在好的过程中 他也会 这个好 因为他是无常的 他会变化 你也不用去执着 这种我们也要看到 然后呢 第三种 佛陀要我们看到的是 辛苦 就是 刹那生命 在每一个时刻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身心 我们讲所谓的生命 其实是身跟心而已 精神状态跟物质状态而已 那么呢 他是时刻都要刹那生命的 这个都修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究竟法 我们的身体有数不尽的 这些色剧 嘎拉巴 很小 比原子还小的单位 组合而成 每一个嘎拉巴 它有它的成分 地水火风色 香味食素等等 这些 那么呢 这些成分 它是刹那生命的 这些全都是刹那生命的 非常的快速 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我们的心是 一只生命 是一只生命的 一个神 一个灭 神秘 非常快速 然后呢 它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无我的 然后我们因为看清这个真相 我们放下 我们才会快乐 因为苦 人世间的人的众生会苦 是因为不了解苦 不了解苦才苦的 你了解苦你是不苦的 了解苦你是不苦的 你是对那个苦有很深的了解 但是你不会苦在里头 所以佛陀就是要给我 叫我们看清楚苦跟苦因 让我们能够了解 了解它 让我们不苦 所以这个要做 所以你们应该修解定会 使用手解开始 然后呢 去修定 修会 那么呢 以便也够照佛陀的指示 我们也能够看到 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因 然后呢 看到这些苦跟苦因 它都是无常的 苦的无我的 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做到 要这样子看到 看清楚 那么呢 我们要修解定会 要有定力 定力的作用就在于 它能够有发出很大的光明 那个光明能够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看不到的真相 我们以为这些是真相 你以为这个是灼指 其实呢 你看究竟来讲 灼指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刹那生命 刹那生命 它是在粗的层次上 你看到它是灼指 从究竟来讲 它是刹那生命 它只是生命的现象 一个生命生命生命现象 这个在目前在物理学 人家已经证明了 在物理学已经证明了 但是在佛教里面 如果能够看得更清楚 那你就不会去执着 那么呢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究竟法 跟概念法之间呢 没有矛盾了 我们知道这是灼指 我们还是用它的 我们还是要买灼指的 我们要用到 但是呢 我们的心里就不再执着了 因为你懂得 这究竟的层次呢 它是刹那生命的 灼指也是刹那生命的 一直在生命 都非常的快 不然它就不可能会坏掉 就不断地刹那生命 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呢 就两无挂碍 你也懂得善用它 但是你也不执着 所以这种了解 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 就是看清真相 我们所谓的修行 就是要这样子看清真相 我们能够这样子看清真相 我们就是要说 懂得 我们一这样子 就懂得 就能够放下 所以放下是关键 我们放不下 我们抓住我们自己的自我 当我们看清 其实这个自我也是无我的 你讲的自我也是无我的 是空的 但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个放下 就够彻底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对外在的这些执着 人啊 事啊 物啊 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执着 从那边开始 你这个自我放掉了过后呢 对外在的东西 就比较容易放 所以这种了解呢 就是修行 所以修行 因为没有看清楚 这些生命的真相 众生就是迷惑 很多问题不能解答 然后呢 自己用自己的 无名去造恶业 苦中造苦因 但是呢 如果能够明白 这真相呢 就不会了 所以这是一点重要的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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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